字幕提供 肉有囉 開始播了 好 今天是在Artist的社團 有人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這裡是台中的KT避震器 KT的話就製造一些改裝底盤類的 尤其是避震器 煞車也有 我們在這個社團裡面也有開過直播 最主要都是介紹一些Artist的改裝 因為這個社團就全部都是Artist Artist其實已經到了12代了 那像是從進口的Corolla 那時候就已經熱賣了 到了9代 就變成是台灣滿街跑了 那Artist的話 最棒的就是它的頭善率好 它的車價 維修都很方便 所以造就了它銷售的數量 都是在台灣排行滿千幾名 到了最近幾年 是因為有Corolla Cross的上市 才把Artist的銷售量擠到排行第二或老三 所以這個車賣得非常非常好 那這個車款有優點 剛剛經理有講過 那小小的缺點就是它的操控性 它的底盤設計 它的底盤設計很簡單 維修也很簡單 可是它的操控性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好 像是11.5代跟12代比較起來 因為12代是用了TNG2的底盤 其實都在原廠的設定之下 12代的確有比較好 尤其是後懸吊的表現 因為後懸吊改了12代之後 就變成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跟這種脫衣幣的系統 當然是會有落差 那在11代 11.5代經理最常 讓車主來反應的一個狀況就是 很軟 過彎的時候 就會側傾的非常非常大 就好像是休旅車一樣 那其實側傾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輪胎的規格 這一台的話其實 原廠也有標配是17吋的 但今天這一台是16吋的 205 556 205 556 205啊 代表的是這一個的台寬 那這個扁平比 就好像是休旅車一樣 它比較厚 所以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擠壓變形度會比較大 所以操控性相對來說 就沒有大尺寸的鋁圈那麼的好 那如果改到17吋 可能在這裡 它的扁平比又更薄 改到18吋 在這裡 它的扁平比又更薄 所以鋁圈的尺寸 越大 扁平比越大 操控性就越好 所以 改裝輪胎鋁圈 是一個很棒的 也很直接的方式 然後第二個步驟 會有立竿建議的改法 當然就是改裝避震器 第三個步驟 就是改裝像這樣的拉桿 這個拉桿也有效果 只是它的效果 沒有像避震器那麼的明顯 好 那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台車是11.5代 應該也大概四年左右了 所以也一段 也使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有漏油的狀況 這裡有油漬 所以這個都已經是 還蠻明顯損壞的狀況 那如果漏油還不理它 就會有 再來就會有 異音 就會有不正常的一個 作動聲響 好 那11.5代 跟11代差在哪裡 差在這個避震器上座的螺絲孔 這個螺絲孔的粗細是10mm的 如果是11代 9代 10代 11代 它是8mm的 它的螺絲的粗細是不太一樣的 好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 如果看過景體 介紹過Artist 就知道KT的用料相當的用心 像這個上座 我們可以把鏡頭拉近看看這個上座 原廠這裡有一塊橡皮 這個華氏的下方這個是橡皮 那原廠的橡皮 它的上座好像是一個杯狀的 橡皮的話就剛好砍在這個中間 KT的設計也是一樣 可是有其他間 這個的橡皮比較小顆 所以它剛開始裝的時候不會有異常 可是裝久了之後它的橡皮會晃動 晃動之後中間裡面有一支鐵管 就會磨到這個金屬的上座 就會造成金屬摩擦身 所以這個也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是小地方 有一個優關到後方 乘坐感 後方的乘坐感相當的重要 因為後面拖一臂的系統 彈簧的設計 會取決於後方好做不好做 這個彈簧原廠的比較長 KT則是能長則長 因為這個彈簧如果KT設計的長度比較短的話 相對它就限制住後方做動的行程 那如果行程很少 試想哪有可能會做得很舒服 所以它的行程KT的話拉到19公分 公斤數的話是5公斤 再來一個細節是 原廠的設計 這裡有一塊橡皮 它的彈簧是剛好砍在橡皮的外圓 所以KT的設計 也沒有透過任何轉接的形式 就用這一台車所專用的彈簧 砍到那個橡皮裡面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不會浪費掉長度 第二個 它的整體的長度能夠拉長之外 它也比較不會有異音 因為轉接的形式有可能會有位移的狀況 位移的狀況就有可能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些的細節 KT全部都是用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好 那今天這一台車 車主的要求比較特別 車主希望它的車高 能夠跟原廠一樣高 今天的原廠輪胎規格205556 它的輪胎上遠到葉子板的距離 大概9點多公分 那一般改裝避震器的話 它能調長也能調短 能調高也能調低 所以它的高低範圍 還是有一個區間範圍在 最高可能沒有辦法到那麼高 但是KT是一個 生產這一套避震器的製造者 所以可以針對車主不同的需求 來幫各位來做設定 所以我們這一套避震器的話 車主有說要原廠車高 我們就會把後方的統身長度拉長 後方的腳管拉長相較之下 它就有辦法做到跟原廠一樣的側高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上座的話KT負新品 不用煩惱 它原廠已經有自然了 有可能 有可能上座會壞掉 有可能 橡皮會有異常 不用擔心 因為KT全部都是負新品 上座的部分 這個彈簧 它的上鏡就剛好是砍住的 鏡頭可以拉近一點 看看這條彈簧 是專用的規格 那在下腳管的地方 這內側有墊一個滑溼 這個滑溼 也是這台車開發出來專用的規格 所以今天裝的這個 跟之前的腳管長度不太一樣 因為有拉長了25mm 原因就是因為希望它能夠做出 跟原廠一樣的車高 後面軟硬度的調整的話 KT是坐在上座的上面 所以後面的64分離的椅背 往前搬之後 從上座那邊 就可以調整後方的軟硬度了 車主可以自行做調整 但改裝變性有一個狀況 像今天這條輪胎的話 它的胎壁 頭右這一個輪胎的話還好 如果是普利斯通的胎壁 它比較硬朗一點點 所以它的胎壓的話 相對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是一般的原廠避震器的話 胎壓有可能達到40 42也還可以 可是改裝避震器的話 對胎壓的敏感度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經理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是改裝避震器的話 輪胎的胎壓 依原廠的建議值 原廠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有一張貼紙 上面就會建議 大概是32到33PSI左右 所以如果把胎壓設定好之後 第二個步驟 才來調整軟硬度 那前方的軟硬度的話 更簡單 11.5代的話 它是在 前面上座是在這裡 所以可以從這裡 稍微線一下之後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些旋鈕就是可以 從這裡來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 那副駕駛座跟駕駛座 左右兩邊的阻尼 軟硬度的段數 一定記得要做對稱 那KT的前面 給Artis的車款 還有一項 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前方的彈簧規格 前方的彈簧 一般都是配直捲式的 KT特別配了一個燈籠狀的形式 燈籠狀的形式 讓它的上下作動的行程 能多出35% 那它的舒適度的話 也會因為它的作動的時候 一部分的回彈力道 不往兩旁來釋放 所以相對於直捲彈簧來說 舒適度也比較OK的 當然如果這一台是一台性能車 譬如說Golf的GTI 或者是FK8之類的 鋼炮級的可能經理 對這一條彈簧的配置 就不是這麼配置的 但這一台車一般來說 可能舒適度 大家都還有要求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 就配置這一條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 像是屏東的駭河那邊的話 也有會指定直捲式的彈簧 來針對不同車主的需求 來幫各位來做搭配 那KT最棒的地方 其實就是我們有提供 不同車款的試乘車 可以給各位來做試乘 如果有需要試乘 可以跟KT的小編聯絡 我們從北到南 花東甚至是宜蘭 甚至是澎湖 都有店家可以來幫各位來安裝 如果想要試乘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如果有經理 剛剛遺漏掉的地方 也可以提問 跟我們小編提問 OK 以上是今天的阿K 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